踏出了 踏出了 这些人踏出了 快一步 快一步 踏出了 踏出了 这地儿 这地儿 这些人踏出了 这都在这儿看 带队都在这儿 这地儿是从车尾尾 那轧这路下 这些人踏出了 这些人是踏出了 大家好,昨天莫天市公安局秀宇分局发通报 欧金钟拒捕,并且是畏罪自杀,最后死亡 现在很多网民都不相信警方的说法 就是说饿了八天,动了八天的人怎么有力气拒捕 人在体能意识虚弱的时候,人的本能是想活的,不知求死 我们以前也介绍过欧金钟,几天以前 他砍死了邻居家里人,两死三伤 现在舆论都是支持欧金钟 根据警方通报,18号下午3点左右,公安 大家看到刚才视频前面,有很多公安武警 他就围捕,欧金钟他是在平海镇上林村一个山洞里边拒捕 畏罪自杀,送到医院之后抢救无效死亡 这个是根据警方的通报,说在山洞里拒捕,然后畏罪自杀 他怎么畏罪自杀了,然后送到医院里边抢救无效死亡 怎么自杀,咬蛇自杀,撞墙自杀 他怎么被发现,他怎么被发现,上林一个山洞里边了 这个是相邻的村一个村民发现,就上林村一个村民那里边获得消息 就说我们这个村,欧金钟现在跑了,不知道藏在哪 相邻的隔壁的村里边,发现欧金钟在山洞里 他在挖一个村民家里的地瓜来冲击 结果被村民举报,举报到警方那里边 那么警方就赶快派武警还有警察到附近,然后隔壁村,然后抓欧金钟 那么根据村民他们表示,欧金钟他们被抓的时候,他已经体力不支了 欧金钟运出来的时候,村民要警察,就是说你不要打死他 千万不要打死他 你他让他把事情说出来以后,接受法律的处罚,哪怕你判他都可以 那么现在就是村民他就反映,警方现在是严密封锁消息 欧金钟这个畏罪自杀的具体情况,就不从得知 现在只是说警方出来的通报,就是说拒捕,畏罪自杀 送到医院当中抢救,无效死亡 那么就是说,现在根据当地人的反应,就是欧金钟被运出来的时候,他还是活着的 当地人他们就是现在就要估计,公安机关希望他是死的 如果死的话,就是一了百了,有很多人他会松了一口气,他就不需要查了 待会我会说谁都松了一口气 那么现在警方就通报出来了,欧金钟的家属要求对着遗体进行法医鉴定 你换句话说,你说他是畏罪自杀,对吧 我们需要一个法医鉴定,你要解剖 警方就公安拒绝 不能,不能就是法医鉴定 那意思就是赶快烧了,就烧了就算了 那么现在就是说,根据当地村民就是表示 就是说,上林村,就是欧金钟他住的这个村 还有周边那几个村,这几个镇 现在都是当地警方就封锁 那么欧金钟被抓以后封锁就更严了 他们怕什么,怕这记者进这村 或进这些镇 还有一些傻逼你妈网红的一个主播 也奔着这个村里,上林村也来了 那么现在就是这帮傻逼网红,还有这帮傻逼主播 还有那些记者,根本没有办法进这村 为什么进这个村,你还要身份证 包括本地的村民,你如果进这村 也得要身份证 现在就根据当地村民他们爆料 他说现在福建莆田警方 就是在搜索欧金钟当中 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架直升飞机在天上盘旋 这村干部都拿这钢管守在村口 大家也知道很荒谬的前一段公安政府 他不是发布那个悬赏公报 就是欧金钟吗 他不是发现线索讲两万 发现尸体讲五万 我说句不好听 你们他妈这帮共产党就欠揍 就欠他们像欧金钟这帮人 就连你们这帮村干部 带他妈警察 带他妈你这帮村霸一起 都他妈宰了就算了 这他妈是人写 这他妈是人写出来的 就这种悬赏公告 所以现在很多人他都在 就是说这个当地警方的通报以后 就这公告出来以后 很多民众他就那不就质疑吗 这悬赏通告就是要知道 他们不可能让这欧金钟活下去 你知道吗 没找到的时候还活着 找到的时候就死了 现在就是今晚这莆天就当局 包括警方 包括这个就是工 包括公安 包括他们这些村干部 包括他们这个政府 现在今天晚上可能得喝清宫酒 得他们喝大酒 喝糖 也可死了 你知道吗 反正现在人也死了 是死无对证 对不对 现在欧金钟一自杀 畏罪自杀 所谓的畏罪自杀 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 我告诉你谁松了一口气 上林村 平海镇 秀岩区 各级政府 他们这些领导 都是松了一口气 他们这个欧金钟杀人 那事件给他们压力 非常非常大 事情如果继续持续下去的话 政府当中有很多当中 这个官员 他们有很大的麻烦 大家知道就是欧金钟 这事一出来的时候 他们很多就是 就是纪监委的人 已经在调查他们各级政府 你们在这欧金钟当中 你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六年了 为什么你就是没有 把这欧金钟 他这个宅基地 这个房子建房 这个事情解决好 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 这基层干部 他们已经做了十几次调节 对吧 按照 就是按照这个北京青年报 调查出来 调查出来 这个结果 你做了十几次调节 要不然邻居不同意 要不然是欧金钟 老婆不同意 要么是欧金钟 本人不同意 这个基层各级干部 都觉得就是挺冤的 他们自己挺冤的 他们因为他们觉得 就是各级部门 他们都是按照规定 我们走足程序 程序都走足了 但是这个农村 这个宅基地 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他们从干部解决不了 我们能够做的 也就是走程序 对吧 问题是什么 他们只管走程序 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事实上 这欧金钟 他是住在铁皮屋里面 就是说 尚无片瓦 折身 这已经是六年了 另一个报道 他说什么 不是2017年 从2019年开始 我操他妈 有他妈差别吗 一个人在他们铁皮屋子里 多住两年 这是问题吗 从他们2017年住 或者2019年 就住这铁皮屋 你他妈 摆着这种时间问题 你他妈 有差别吗 不都是没有房子吗 个傻逼 我操 欧金钟这么一死 这些村干部 他们独职懒政这个事件 没有人查了 活人两万 死人五万 这悬赏 这是让他活着吗 对不对 你这样一死的话 所有的一了百了 全部都化解 我讲 所有他的意思 他如果这所谓的被自杀 我个人就认为是被自杀 就这么的 这帮警方 他们弄死的欧金钟 所有这一死 所有尴尬都化解 莆田市各级办案机构 公安 什么 检察院 就是 都松了口气 烫手山芋 欧金钟的事 警方已经出怒很多次了 对不对 他也报了警了 大多数 大多数都是什么 欧金钟 他自己吃亏 毕竟他是闹事的人 他是报警的人 警察能怎么办 你把欧金钟抓起来 他因为闹事 你把他抓起来 不合规矩 对不对 警察肯定烦他 动不动 你投诉报警 你一投诉 我们他们就得来 每次来之后 还得给你们做出警记录 对不对 反正大家 大家扑着混碗饭吃 对不对 你也不能压他们欧金钟 那个邻居 对吧 他们就 你们让他们把这房子建起来吧 对不对 这个也不是警察 他们这个职责范围 明白吗 这属于宅基地纠纷 村干部也不管 对吧 也没法管 然后这个警察 也他们管不了 对吧 普天法院也松了 检察院法院都松了口气 检察院也不用起诉了 对不对 你如果欧金钟 活着的话 就两死三伤 这肯定要起诉啊 对不对 法院也松了口气 对不对 你说你怎么判 肯定是 肯定是判死 这事太难办了 对吧 一方面 欧金钟 就是的的确的杀人 还杀俩 还三伤 里边还有一个 就是一个儿童 另一方面 你判死 中国是自古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你如果判他死 你这肯定是死刑 你若真判他死刑 但是民意站在欧金钟这一边 你如果要说法外施恩的话 那全国人民 就是说这个拓不清的 也得把你的福田法院给你冤了 而且欧金钟他肯定上诉 一上诉呢 肯定上诉到中院 中院在哪呢 肯定是福建 福建省中院 对吧 你如果死刑 就最后核实死刑了 他还要最高院 最高人民法院核刑死刑 换死刑 所以你如果真要是打到法院那边的话 这个全国人民 全中国人民 拓不清子把你各级法院都能给你验了 法外施恩 你这个财量权到底在哪里 你就是说大家心里都没底 除非上面有人说话 所以说这欧金钟 他现在死了 所谓的畏罪自杀 最干净了 各级人民 就是各级政府 各级干部 就是一聊百聊 根本就谁都不用管这个烂摊子 到最后 我讲最后 还有谁松了口气 人民日报 央视 福建 福田本地 所有的媒体都松了口气 这件事 模棱两可的事 让他们 他们都不知道该发生 该怎么发生 该站在谁的立场上 也就胡锡进那种傻逼 那种叼盘 出了一点 杀人是不应该的 他不前面 写了一个微博 网民怎么 又开始骂他 也就胡锡进 这种傻逼 这种冲动的 这种屌 这种鸡 敢写那种微博 结果让网民骂 人民日报 央视 福建 还有其他那些官媒 松了口气 为什么 这事 不知道占什么立场 现在 就是说 好了 好了 反正人也死了 对不对 反正就是一了百了 写几个 就是不痛不痛不痒的文章 这几天 这个媒体 他们一直干嘛 一直在找一个 找一个好的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写完之后呢 又 又体现了 就是我们谴责的这这这这种暴力 又体现了就是我们就是体体查民意 对不对 这个角度真是不好找 哪个角度你都站不稳 你又不能站在杀人犯立场上 你又不能站在就是群众这个对立面上 所以说 欧洲 欧金中自杀了 这是最佳结果 所以就摆脱了 这个就是 再写什么文章 反正人已死了 对吧 所以就 这个就是说 我 我 我个人认为 为什么今天我就要说 欧金中死了 很多人都松了 松了口气 大家现在明白了吧 这事就结束了 啊 下面再杀人 那是说下面杀人 另外一个案子 啊 好吧 这道就 就 就说到这吧 啊 欧金中挺义气 挺 挺他妈仗义 最后来一个就是畏罪自杀 啊 好 这道道理